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宁西自然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更不必说爹娘偶尔还会逼她吃讨厌的蔬菜了 不过她毕竟是个听话的孩子 也不会因此而闹别扭 垮着小脸把爹娘塞给她的蔬菜吃掉之后 又没心没肺地捧着自己的小杯子 找舅舅们卖萌桃果汁去了 这主要是因为宁以自己的教育理念 在她看来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节制 虽然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幸福 但有求必应的幸福绝不是一个孩子 尤其是男孩子所应得的 或者说有求必应的幸福 是在一个男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所应该避免的 不然她将很难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而作为其生母的苏坦儿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甚至比宁业更加严格 对孩子的成长也有着更多的担忧 你说希儿会不会太软弱了 你看她那个样子一点魄力都没有 要是长大之后 年轻的母亲坐在凉亭的石阶上 远远望着正在院子另一侧的孩子 有些怜惜也有些担忧 宁以坐在她前面的一块石头上 烤鸡翅膀 文言抬头看去 却见宁西正在偷偷地向苏文芳要果汁喝 只有两岁多大的孩子 偷偷摸摸地在柱子后面接过了果汁 喝了一口之后 小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但接下来 却是不敢再喝第二口了 显然是害怕会被爹娘骂 只是捧着自己的小杯子 一边小口的米一边走开了 才两岁多的孩子 能这么听话你就知足吧 她现在要是有破例 那就得整天跟我们闹了 到时候你还不得头疼死啊 宁以笑着转过头去 用肩膀碰了碰身边的妻子 谭儿理了理垂落在脸上的发丝 也轻轻地撞了回去 随后只听宁以一声大喊 谁要鸡翅膀 谁要鸡翅膀 拿豆腐和鱼来换 她这么一喊 周围顿时热闹了起来 锦儿从旁边窜了过来 我要砍馒头 谁要馒头 不要馒头 你跟其他人去换 我要这串 还有这串 强卖强卖啊你 这串最大 你拿走了 我给你急 而且 你这馒头的卖相也 喂 锦儿得意地 抢走了鸡翅膀 走到宁以身边时 还蹲下来 撕了一小块肉 给孩子吃 宁以嚼了嚼 咽了下去 举着自己手中 还剩半只的鸡翅膀表示 我的比较好吃 她只能吃一只鸡翅膀 因此是让家里 最好的厨子烤的 手艺自然要比宁以 好得多了 云竹用托盘 托着几碗米酒 走了过来 给了锦儿一碗 然后走到谭儿身边 又给了她一碗 又递了一碗给宁以 我们有什么吃的 锦儿烤的馒头 用鸡翅换来的鱼和豆腐 不过我怎么都觉得 应该自己加工一下才吃啊 实在信不过 这般牲口的手艺 不过你可以先吃 锦儿的馒头 都快烤焦了 我不要 云竹已经端着米酒 喝了几口 此时微醺着笑道 鸡翅膀呢 全都被换走了 最后一只 是苏文定她媳妇换走的 这个丑 我能祭她一个月 苏家众人 跟着宁以和谭儿 来到京城之后 这几年 不少人娶妻的娶妻 生子的生子 纳妾的纳妾 宁府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不过 由于房子够大 如今所有人 都还住在了一起 作为这个 大家庭的掌舵人 宁毅虽然为人和气 但还是很有威望的 新嫁进来的小媳妇 根本不敢在她面前胡闹 刚才苏文定的妻子 是听宁毅说 要拿鸡翅 换鱼和豆腐 这才规规矩矩地 过来跟她换了 没想到一回头 就被宁以反咬了一口 她身边的女子 顿时都笑了起来 她自然也红着脸笑了笑 然后怯生生地辩解道 明明是姐夫叫我换的 坛儿走到一边 拿来两颤鸡翅吧 一边放到火上烤 一边笑着说道 云竹 我烤给你 不过 你得弹说曲子来换 云竹文言笑了起来 男人想听什么 将军令 真是为难人 云竹皱着眉头 白了她一眼 随后便回去拿了骨针 这首《将军令》 是由今月改编而成的曲子 雄魂大气 与云竹柔腕的风格 原本格格不入 不过只要是能唱出来的 总归难不倒云竹 只见她先止波动 琴音自她指下流泄而出 随后她弹口微张 唇边吐出空灵 而又苍凉的歌声 赛上长风 笛声清冷 大漠落日 残月当空 日夜听驼灵 随梦入故里 琴曲越显激烈 云竹原本柔腕的唱腔 也变得越发慷慨大气 如同古典般 直接在人们的心头敲响 这一曲将军令 仿佛讲述了一个被掩埋在历史烟尘中的故事 而云竹的歌声 则在时光长河中卷起了巨浪与烟尘 在众人 在众人面前一点点地展现出这个故事的原梦 手中三尺清风 枕边六风家书 定斩敌将首级 看吧 泪涕凋零 报朝廷 谁人听 云竹一曲唱吧 众人都纷纷叫好 就连小宁熙也在旁边用力地鼓起掌来 随后云竹又给众人弹唱了两曲 曾经的她 会因为自己之前沦落封尘的经历 而对在其他人面前表演有所顾虑 不过如今她已经不再有这样的忌讳了 只要家里人能因为自己的表演而感到高兴 她自己便也会开心起来 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宁毅除了必要的时候 会去一趟相府 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待在家里工作 而谭儿也常常会陪在她的身边 自从有了孩子 又成为了这个新家庭的女主人 谭儿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与刚和宁毅成亲时相比 她将曾经外露的锋芒收敛了不少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成熟而柔和的力量 虽然外表柔美温和 但相比起成天在家里 没正经的宁毅 这位女主人才是最让家里人敬畏的存在 只有在宁毅面前 谭儿才会变回那个当年在小楼上 一边吃零食 一边和宁毅闲聊的少女 在连月光都仿佛带着寒意的冬夜里 沉睡中的谭儿会在宁毅身边 如婴儿般蜷缩起来 有时候她会在梦中紧咬银牙 就连眉头都紧皱起来 宁毅看见了 总会情不自禁地伸手过去 想要抚平她紧促的眉间 作为宁毅的妻子 谭儿背负起了许多原本属于丈夫的东西 让宁毅免去来自家庭的后顾之忧 某些时候 甚至会带宁毅负责起逐迹的运营 乃至密针丝的事物 这让谭儿迅速地成熟了起来 却让这个原本还年轻的女子 付出了种种代价 比如柔美外表下所散发出的巨大的压力 又比如在婴儿般的睡梦中紧皱起的眉头 有一天夜里 宁毅半开玩笑地对她说 我有点担心 有一天你要变成像李智那么厉害的女人 赤裸着身体 躺在宁毅怀里的女子 只是清澈地笑了笑 感受着男子的存在 只要立衡你在我身边 就永远都不会的 有时候谭儿夜里会到云竹的房间里去睡 那是之前在宁毅不在家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当然 这和宁毅想象中的百合扯不上关系 谭儿与云竹关系一直都不错 不过两人真正亲密起来 还是在宁毅离开京城前往吕梁山的那段日子 两个人都是李智十大体的女子 当初梁山匪寇杀入苏家 云竹舍身救下了宁溪 就为两人创造了亲近的机会 两人先后来到汴梁后 也时不时见上一面聊上两句 这次宁毅离开汴梁前 把云竹与锦儿取进了门 谭儿与云竹便从此住在了同一屋檐下 有了更多的相处的空间 此后云竹要在竹记举办五子棋比赛 谭儿则要在宁毅离开后 代为打理竹记的生意 两人便有了更多的交集 相处的时间久了 云竹也就看到了谭儿所背负的负担 在丈夫离开之后 他不仅要打理苏氏布行的生意 还要带宁溪管理迅速扩张的竹记 而除了事业之外 他在家里还得管好年仅两岁的儿子 为了让身在远方的丈夫 可以省却一切后顾之忧 甚至还要与刚嫁进门的两名妾室好好相处 虽然谭儿一直表现出足够的能力 也很少会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疲惫 但各种各样的压力像猪网一样层层叠叠地 绑在这个年仅22岁的女子身上 不断地消耗着她的精神与心力 若是在后世 一名女子22岁时才刚走出校园 笨拙地开始自己第一份工作 即便是这个时代要求女性更早地成熟起来 如今谭儿身上的压力相对于她的年纪 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 同位女性 云竹在察觉到这一点后 对谭儿多少有些愧疚和怜惜 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 像谭儿一样为宁毅做这么多的 因此自己能做的 也就只有减少谭儿的负担了 她不时会为谭儿准备些茶点 陪她聊聊天 或者为她弹一首舒缓的琴曲 有时候谭儿会在琴声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 醒过来时 往往已经是一两个时辰之后的事了 如果说两人之间的交往 一开始还是出于同为宁义妻妾的一种需要 在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两人便自然地生出了彼此的认同和亲切感 谭儿长着一颗七窍玲珑心 自然能感受到云竹对自己的善意 随后便开始对云竹投桃报李 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子 云竹欣赏谭儿的能力与才干 谭儿则羡慕云竹身上的书香气息 而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则是对这个家庭的重视 出于想要维护这个家庭的共同心愿 他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便迅速地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对于此事 宁义从李良回来后都觉得有些意外 云竹会在私下里跟他说 在他离开这几个月里 谭儿所背负的压力 希望宁义多关心一下他 谭儿偶尔也会憧憬地告诉宁义 他很羡慕云竹的多彩多艺 和优雅甜淡的气质 他们两个偶尔还会睡到一起 而这时候 宁义往往可以去凑个热闹 如果宁义主动提出 要和他们俩一起睡的话 肯定是要被拒绝的 而这种情况下 虽然只能在床上聊一下天 但三个人搂在一起 静静地睡去 还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温馨 而在这段时间里 谭儿和锦儿基本实现了和解 但关系自然还算不上太好 虽然他在家里与云竹和小缠的关系都不错 但宁义在洞房后就匆匆启程去了李良 宁义自觉是对不住他的 因此宁义从李良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陪在了他的身旁 当天两人独处时 一向活泼开朗的女子 只是看着宁义一直流泪 完全停不下来 无论宁义抱着他道歉 还是对他轻声说话 都只会让他哭得更厉害 锦儿只是窝在他的怀里 不停地流泪 偶尔开口说道 我不想哭的 我很高兴的 一直到了这天夜里 宁义退去他身上的衣物时 他唇间的哽咽都还未停歇 这是两人在婚后近半年的第二次同房 锦儿颤抖的油弱处子 他双手紧紧地缠着宁义的身体 直到两人在最后因疲累而睡去时 才终于松开 死后又过了几天 他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 而变回当初没心没肺的少女模样 则花了接近半个月的时间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562章 听众朋友们 穿越历史小说《坠序》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多痛 梦无思想 《坠序》第174章